众所周知,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的激烈对峙 所以当时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性能超前 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德国在冷战前曾是这两大阵营最大的对手 而即便到了冷战时期 德国的武器也是非常强大的 如在冷战期间德国的鲍二主战坦克 当时该坦克一举斩获了当时西方第一坦克炮的名号 成为西方坦克的标配 而随着科技日新月移的变化 鲍二已经逐渐被其他国家炮至深厚 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的莱茵金属公司自费推出了一款新一代MBT 130毫米坦克炮 并公布了一个该公司对这款新炮的测试画面 在视频中 莱茵金属展示了该坦克炮的一部分先进技术 从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出 该炮的外形有点像英国的挑战者2坦克 并且火力异常凶猛 在视频中 它能击穿2000米以内1米厚度以上的钢板 而研制之初 它就是为了能击败俄罗斯的新一代阿玛塔之战坦克 以视频中的火力来看 击穿阿玛塔之战坦克的装甲是不成问题的 而有着如此出色的火力 它很有可能将再度成为西方最强坦克炮和标配坦克炮 它采用了最新的高强度钢 在防护性上提高了不少 并且它将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 最重要的是130毫米坦克炮不但克服了140毫米大口径弹药填充问题 还超越了120毫米口径滑糖炮所产生的火力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称 相比于120毫米坦克炮 这款新一代坦克炮在性能上整整提升了50% MBT130毫米坦克炮的炮长径比为51 它的炮管重量比120毫米坦克炮的炮管要重 MBT130毫米坦克炮的炮管重3000公斤 不过在弹药容器上 它却要比120毫米坦克炮增加不少 但重量上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试装性 它所安装的弹药为新型130毫米智能高爆弹 这种弹药的优点就是可以根据不同攻击目标来设定不同的引爆模式 并且很可能还将安装一个与其匹配的全自动弹药装填机 不过在此之前 莱茵金属公司并没有研制过全自动弹药装填机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如果研制出来 那该炮在性能上将再上一层楼 按计划 MBT130毫米坦克炮 以及其配套弹药将在2025年时完成所有研制 到时它将会成为未来西方坦克的主力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